完了第三单元的前面三篇课文了 单元主题还记得吗 我们一起来看 是中国传统文化 在学习中我们还了解了 课文是怎么围绕一个意思 把一段话写清楚的 前面几篇课文中 传统节日习俗 造纸术的价值 中国桥梁建筑 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感受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今天我们从哪个侧面来了解呢 请同学们 齐读课题 我们一起来 预备齐 第十二课 一幅明阳中外的画 哪一个侧面呢 对 就是画 绘画 我们将要走进一幅绘画作品 这幅画名气非常大 大到明阳中外 你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吗 它指的是很有名气 名字传遍了世界 你还知道哪些词和它意思相近吗 有 有举世文明 文明中外 明阳四海 等等 今天就让我们 打开这幅画卷 这幅画就是清明上河图 走进课文 大家看课题旁边有一个小信号 这个小信号提示我们 这是一篇略读课文 在学习略读课文时 我们可以用上前面课文中所学到的方法 来看课文前的阅读提示 没读课文 说一说 为什么清明上河图会明阳中外 结合课文内容和图画 向别人介绍清明上河图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学习任务 我们先来自由读课文 借助拼音 把字音读准确 把课文读通顺 再为这幅画做一张名片 包括以下这些信息 开始吧 好了同学们 课文还没读完的话 请按下暂停键接着读 现在老师来看看你们对字词掌握的怎么样 咱 都 都城 咱 张泽端 咱 都是 Iraq 都城 功 顾功 是所 た明天的核心 图 dum 2 stories 立官吁 官吏 minorities 带 形态各异 驴 毛驴 擂 作词 影踏 冲izer 仓形态各异 龙 马龙头 蓝 栏杆 帽 风帽 同学们读得还不错 下面老师把拼音去掉了 你还会读吗 来 请你读一遍 开始吧 同学们有两个词老师用粗题表示出来了 摊贩和官吏你知道意思吗 摊贩指的是摆摊子做小买卖的人 官吏是以前人们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总称 来看生字条 这些生字你都会认了吗 你是用什么方法记住它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 比如例子 我们以前就认识使用的使字 用上摘一摘的方法 摘去单人旁就成了利 官吏的利 再比如饭 我们认识它右边的正反的反字 用上加一加的方法 加上被子旁就成了饭 摊饭的饭 说到被子旁呀 同学们还记得吗 二年级下册 我们学了被的故事 这就是课文中的插图 很久很久以前 人们把贝壳当作钱币 你还知道哪些用被子做偏旁的字呢 我们来看这三个字 爸爸妈妈辛辛苦苦的工作 去赚钱养家 带我们去超市采购 用赚来的钱买东西 钱花光了 家里没有钱了 那就是贫 贫穷的贫 说到这儿 同学们知道了吗 用被子做偏旁的字 大多和什么有关呢 对 和钱财有关 同学们 生字条中有三个字 用蓝色标出了 这是课文当中的多音字 你怎么判断 多音字在课文中的读音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班燕文号 用上了什么方法吧 借助字典 我知道了都 有两个读音 第一念都 意思是全全部 第二念都 意思是首都大城市 课文中是北宋都城汴京 这里应该念都 在课文中应该念都 都城 借助字典 我知道了城有两个读音 第一念城 意思是其作大 第二念圣 意思是古代四平马拉的车 课文中是一圣叫子 这里应念圣 燕文号去查了字典 但是这里老师要小小的纠正一下他的说法 是圣 是古代四平马拉的车 为一圣 课文中 一圣轿子 指的就是一顶轿子 借助字典 我知道了龙 有两个读音 第一念龙 意思是龙字 照东西的器具 第二念龙 意思是遮盖住 课文中是马龙头 这里应念龙 同学们 以后咱们再遇到多音字 也可以用上这样的方法 就是先通过查字典来确定这个字 在课文当中的意思 再根据意思来确定它的读音 同学们 刚刚我们都读了一遍课文 相信你对清明上合图已经有所了解 想要介绍好这幅画 我们首先来为它定制一张名片 名片包括以下信息 我们先来看第一字案段 第一字案段只有短短的三句话 但是却包含了非常大的信息量 读了第一段 我们就能填好这张名片 我们一起来 画名是清明上合图 作者张泽端 年代 北宋时期 离现在八九百年了 画面内容 是北宋都城汴京热闹的场面 保存情况 完整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 同学们 读到这儿 或许你会想 清明上合图这幅画 为什么能名阳中外呢 请你借助课文前的阅读提示 默读课文 想一想 一 课文 哪几个自然段 介绍了清明上合图 这幅画的内容 二 通过阅读 你对清明上合图 有了哪些了解 默读课文 现在开始了 移民 现在开始了 合图 比重 读人 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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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读了课文, 课文我们知道,课文的第二、三、四自然段重点介绍了清明上河图这幅画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第二自然段。 这一段的最后一句有一个字,行。 行指行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职业。 这里都有哪些职业呢? 我们一起来说。 张泽端指画了这些人吗? 作者全都列举出来了吗? 没有,所以他用上了一个标点符号,省略号。 这画上的人可真多呀,多得数也数不完,说也说不尽。 三百六十行,哪一行的人都画在上面了? 我们可以说,这一段是围绕这一个意思来写的。 除了人物众多,这幅画还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们来看第三自然段。 这一段又是围绕哪一句话来写的呢? 对了,同学们,就是第一句。 画上的街市可热闹了。 这一段是围绕这个意思来写的。 街市热闹。 这一段中哪些句子描写了街市的热闹呢? 请你用横线画下来。 你画的是哪一句呢? 是这一句吗? 有的骑着马,有的跳着弹,有的赶着毛驴,有的推着独轮车,有的悠闲地在街上溜达。 同学们,看这个词,形态各异,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形状,样子,各不相同。 同学们发现了吗? 读了写了写后面的句子,它就告诉我们形态各异这个词的意思。 看来,联系上下文是理解词语的好方法。 有的,有的,有的。 同学们看这幅图,画上的人物可真多呀! 你能照着课文的样子,用上有的,有的,有的,说一句话吗? 想一想,开始吧! 同学们观察的真仔细,老师也忍不住想说一句。 同学们看画面的右边。 有的在赶着马车,有的在抬着轿子,有的围在一起凑热闹。 看来,真如课文当中所说的。 画面上的这些人,有的不到一寸,有的甚至只有黄豆那么大。 别看画上的人小,每个人在干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同学们想象一下,在黄豆大小的地方,你可能会看到人物的什么呢? 可能会看到人物的动作,服装。 镜头再拉近些,可能还会看到人物的表情,甚至是脸上的毛孔。 天哪! 这么小的地方,却能画得这么清楚,你想对画家张泽端说什么呢? 嗯,我听到了,您真是太厉害,太了不起了。 您的画迹实在是太高超了。 同学们,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亲密上河图,真称得上是一幅迷阳中外的画。 同学们,如果你仔细地观察,还会发现画上的一个小故事。 请你结合课文的第四季案段,来读一读。 画面上的一个镜头被局部放大了。 听老师读一读,想一想,哪里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呢? 最有意思的是桥北头的情景。 一个人骑着马,正往桥下走。 因为人太多,眼看就要撞上对面来的一声轿子。 就在这个紧急时刻,马龙头被一下子拽住了。 这才没让马撞上那圣轿子。 旁边两头运货的小毛驴正在下坡,脚下不稳。 站在桥栏杆边欣赏风景的人被惊扰了,连忙回过头来。 你看,张泽端画的画是多么传神啊! 同学们,听完之后,哪里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呢? 也许你会说这一句。 我们再来读这一句。 就在这个紧急时刻,马龙头被一下子拽住了。 这才没让马撞上那圣轿子。 同学们,多么危急的时刻呀! 你,闭上眼睛,眼前仿佛出现了什么画面呢? 啊,这匹马仰着头,它的前蹄也被抬起来了。 你听到了什么呢? 是不是马惊慌失策的声音? 是啊! 这样一个有趣的情景,被张泽端呈现在我们面前。 是那么的唯妙唯笑。 用课文当中的一个词,那就是多么传神啊! 张泽端画的画,是那么的唯妙唯笑。 那么的逼真传神,所以我们说, 金尼上河图真是一幅明阳中外的话。 同学们,我们再来读这句话。 预备,开始! 嗯,我从你的朗读中,听出来了你的钦佩, 以及那种自豪和骄傲的感觉。 我们带着这种感情再读。 老师和你们一起读。 预备,开始! 你看,张泽端画的画是多么传神啊! 同学们,前面的第二、三、四自然段主要介绍了清明上河图这幅画的艺术价值。 第五段还点名了它的历史价值。 清明上河图使我们看到了八九百年以前的古都风貌。 看到了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情景。 这里的古都就是指第一自然段当中提到的北宋都城汴京, 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 从结构上看, 这一段还起到了总结全文的作用。 读到这儿,同学们,你们肯定明白了清明上河图之所以明阳中外的原因了吧。 同学们,知道了清明上河图明阳中外的原因。 现在我们一起来到故宫博物院, 向来故宫参观的游客们介绍清明上河图。 游客当中有不同年龄的,不同肤色的, 其中还有不少是外国人呢。 你怎么向他们来介绍我们国家的清明上河图呢? 来看一下介绍提示。 一,可以依据课文内容和图画。 二,注意介绍时的语气语调。 三,还可以加上一些动作。 咱们先来看看我们班王思远的介绍。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幅明阳中外的画。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是北宋画家张泽川的画。 现在完整的保存于北宾布公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宽二十四年八厘米长五百二十八厘米。 张泽川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功夫。 你看,三百六十横的人都在画上面。 画上的街市可热闹了。 别看,画上的人小,但是每个人在干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最有意思的是小北宾的情景。 因为人太多太多, 有个奇葩的人都快要装上个胶子的人了。 就连用过的小毛驴也被挤得站也站不稳。 同学们请看,张泽川的话是多么的传神啊。 神动地记录了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情境, 更描绘了当时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如一无二的, 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谢谢大家。 同学们,结合介绍提示来点评。 王思远总体介绍的很不错, 正因为清明上河图是如此的逼真传神。 人们结合现代科技, 制作出了清明上河图的3D动态版。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中文旅行 同学们 画家张泽端传神的画迹 带我们穿越历史的长河 看到了街市上众多的人物 和热闹非凡的场景 像这样的传世名画 我国还有很多 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学们 今天的作业是向你身边的亲友介绍清明上河图 在以后的日子里 在以后的学习中 让我们从不同的侧面去学习 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再见